大家好,我是威廉鑰匙 今天要帶大家一起來使用這一台 歐姆龍 HEM 7320 未來威廉鑰匙的影片會朝向兩個方向 一個是類似像血壓機或者是醫療設備 跟大家健康有相關你可以在家裡面使用的機器 我會使用 給大家一些我使用上面的心得分享給大家 那血糖機呢? 也可以嗎? 血糖機要被砸手指 沒關係啊 為了大家是不是? 不怕痛 好 只要影片破兩千我就砸手指頭 只能砸一次 第二部分威廉鑰匙也會提供給各位 跟大家身體有健康相關的醫療心知給大家 那我希望我呈現的方式是比較幽默 或是讓各位能夠會心一笑 讓你們在看我的影片的時候呢 也可以感覺很開心 很沒有壓力的去接受這些資訊 歐姆龍這個牌子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不用我再多做介紹了 相信各位注重身材的朋友 站上他們的鞋子機 看著自己的體脂肪 對這個機器是又愛又恨 首先我們先來介紹他的外盒 日本製造 3加2年的會員獨享保護升級 而且永久免費校準 後面呢 他也稍微簡單的跟你說一下這台鞋牙機的特色 他有一個功能是可以提醒你 如果你有早成高血壓的情況的話 他就會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小圖示 會跟你提醒 印絲麥帶很好一個人穿戴 他的面板旁邊也有一個灰色的直條 那旁邊寫的135跟85 就是他建議你的血壓值要控制在這個區間內 可以方便你做參考 綠色的燈號跟紅色的燈號 會去提示你這次血壓的穿戴位置有沒有正確 他也有不規則心跳的提醒 還有你量測的時候如果身體有移動的話 他也會提醒你 他的紀錄只是一個人可以紀錄90次的血壓 那我們就來打開他的盒子吧 打開了他的尼龍帶 裡面放血壓機跟麥帶的空間其實蠻夠的 這邊可以使用他們家的變壓器 麥壓帶的孔在這邊 整台機器是大概有點黃色的 上面寫著最高血壓 他直接就顯示在你的面板上面 你的收縮壓、收張壓 還有你的心跳的部分 那上面的按鈕呢都是實體按鈕 總共有五個按鍵 裡面裝的是四顆的二類電池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他的按鈕 第一個按鈕你看到時鐘 時鐘的話就是時間設定 這邊有兩個 三角形就是返回跟前進的按鈕 太陽跟月亮的按鈕 這個按鈕它就是會幫你分類你的白天跟夜晚的血壓 以一個禮拜一個禮拜為基準去算你的平均值 最後這個按鍵呢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張紙跟一支筆 就是你的血壓歷史紀錄之 最後這個藍色的按鈕 就是測量血壓跟停止的按鈕 首先我們先來設定時間 按到這個按鈕 時間設定按鈕 你就會看到上面的數字在閃 就可以用這一個 往後或是往前的按鈕去調整它的 年 再按一次 可以調整月份 同樣的設定方式 再按一次 日期 幾點 幾分 另外烏姆龍建議你在設定這台機器的時間呢 要在中午12點到下午的6點59分之前 也就是你一天只有7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去調整這台機器的時間 你如果沒有在這7個小時以內調整它的時間的話 它算出來的平均血壓值會是不準確的 所以各位買這台機器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但至少它沒有規定你只能夠在凌晨12點到早上7點這段時間 也算是蠻貼心的 按下這個藍色按鈕 它就會開始測定你的血壓了 顯示了OK這個數值 代表你這個時候的賣壓帶組裝位置是正確的 開始降壓 測到你的心跳 右上角這邊有些一個測定完成了 代表你這次的血壓已經良好了 幾月幾號什麼時間量測的 收縮壓在這邊 它這邊是顯示最高血壓 不是說你有高血壓的意思 是你的收縮壓 跟你的舒張壓 還有你的賣拍 你的心跳 這條區間呢它就是會顯示你的收縮壓跟書張壓 有沒有在你建議的標準值 再來我們按到這個按鈕 按一下 它就會顯示你第一次 最近的一次的血壓紀錄 往前按呢可以分別按到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再來我們把這個按鈕長按著不放 長按不放它只會顯示一個畫面 就是你最近一次量血壓的十分鐘內的三次的平均血壓值 可能有些人在量測血壓的時候發現十分鐘內 你量出來的血壓值多少會有點差異 這台機器可以去幫你直接把這三次的數值做一個平均 那你就可以取這一次的數值 當作你這段時間血壓的基準值 按這個按鈕按一下 右上角有個太陽就是你白天的平均血壓值 然後看到它這邊有寫一個金周 也就是這一個禮拜的 那我們再按這個前後按鈕呢 就可以看到一個禮拜前的 好那這邊剛好看到右上角有一個早潮高血壓 它是寫日文 意思就是說你這次量的時候有發現你有早晨高血壓的狀況 要特別注意一下 兩個禮拜前三個禮拜前 它總共可以看到七個禮拜前的 好我們再按一下這個按鈕 它就顯示夜晚的平均血壓值 一樣可以用前後去切換 因為我現在都還沒有 這個兩個禮拜前有了一次 就是夜晚的平均血壓值 好是不是很簡單 這台血壓劑你如果說這次量測的狀況不是很好 跟你身體有移動 或者是你賣壓帶穿戴的位置不正確的話 它都會額外再提醒一個圖示 建議你可以再量一次 電池需要更換它也會提示你了 或是你的賣拍有點不太穩定的話 它也會提示你 你都可以拿這些數值去跟專業的醫療人員去跟醫師做個討論 好那今天的影片不曉得大家還喜歡嗎 我們下次見 掰掰